各位先生,我是雷文Candy 和大家吃下馬場花生 有沒有騎練速報 我們CEO應種 刨馬都有一手 有時的提示 都可以給大家作為一個參考 他做了一個數據 翻查一些數據 今季在每5匹頭馬 就有一匹在重化馬場 接受完訓練回來 就贏馬 好像剛剛那樣 有這隻起勝驅和一抱成名 贏馬 都是在重化受過訓練之後 就再勝出賽事 今季的數據 到現在來說 481場賽事裡面 有91匹頭馬 就是在上次出賽之後 曾在重化訓練員 回來回香港之後 就贏馬了 471場裡面有91場 大約是5場裡面 就有一場頭馬 就是在重化連員之後 下來就拿到頭馬 那麼 應種就給大家一些提示 跟大家研究研究 關於那場 黃蝦王 第四場賽事 他怎麼說呢 他說這隻香川貴寶 和澳遊戰士 就是從重化接受完訓練回來的馬 他說這兩隻好馬 和另外五匹賽區 就會出戰明天的第四場 赤立各樣賽 他說這一場一班 千二米的賽事 看起來 好鬼軍勢的 他說 預期肯定是好看 又軍勢 而又好看 那麼 他是這麼說的 詳細的分析就如下 是CEO分析 不是我黎民 那麼 他說 澳遊戰士 預期 就會跟這隻 日日精彩 和黃蝦王 一起去領放 那麼 他又說 預計這隻 父親榜的香川貴寶 將會比以往 是跟得前一些 阿應長 你是不是收到封 預期比以往跟前一些 你都猜得到 那麼 他說 由於參賽馬的數目又不多 一二三四五六七 多羅多德 是七匹的 他說 預計呢 他的步速呢 就是會中等 他說 馬群啊 可能呢 就不會拉得太散 他說 在這個樣榜的制度之下 他說 日日精彩 以上街的近況來講 他說 這一隻利勁國的座騎 是應該會有座位望贏的機會 這樣說 這隻這樣的 日日精彩 上次莫雷拉又說 不舒服那天 莫雷拉退下火線 那麼 臨時拉夫找利勁國 突然 跑到最後一尾 射出來 就贏了馬 這次 繼續續配 利勁國 又沒有找回莫雷拉 他說 上兩次 都贏得很出色的 這隻日日精彩 他說 這次的磅位 日日精彩 應該是 有利 爭勝 這樣說 他說 他說 雖然日日精彩 要面對好幾隻 已經在同情 有好表現的 定級好手 他說 本身真的需要 再進一步 他的能力 但是他說 依然這隻 日日精彩 都是爭勝的要角 來的 應種 這樣評這隻 日日精彩 至於說摩的常錦欣 他說 上次 在一級 女王銀禧紀念杯 常錦欣 跑到第四 今次 縮回來跑 他說 這隻馬 常錦欣 狀態 也是用字 心口有個用字 他說 本身走位 又有彈性 跟錢 居中 都可以 他說 始終 上兩劑 都在一級賽 有好演出 他說 這次常錦欣 繼續由 潘先生 來接手 他說 在這一場 都是三甲的 爭勝分子 這樣說 至於 那隻 灰蝦 黃蝦王 他說 附著133磅 頂磅的 黃蝦王 他說 他的實力 和演出的穩定 他與最輕磅的 澳遊戰士 都有能力 跑入三甲 這樣說 日日精彩 常錦欣 跟著 三甲馬 就是 黃蝦王 和澳遊戰士 應總 這一場 的分析 就到這裡 至於信不信應總 當然是各位師兄 自己定奪 定奪 應總 一不離二 整個雙響炮 給大家聽聽 他說 星期日 交後時間 亦都有一場 值得留意的賽事 就是 第九場的 煤窩 洋賽 這樣說 去完赤立角 就去煤窩 他說 這一場二班的 千百米賽事 列陣的 十二匹馬裏面 有三隻 一定要把握機會 為什麼一躲起來 因為要爭取 確保 稍後 香港 打給大賽的 參賽資格 那張 入場券 那張 ticket 拿不拿到手 這三隻馬 就要看這一劑 哪三隻 相信各位馬迷都知道 包括 賽神仙馬房的 美麗非凡 一出就即醒 兩場就比較 令人失望了 至於 羅富泉的精神威 一直都是準成的 但是上次 羅富泉就認為 利勁國 發揮有問題 這次就換人了 另外 上次 突然間 家晴 方家拍馬房 空一聲 就贏了馬的 喜勝勁區 這三隻 都是報了打給大賽的 應總的分析 就是這樣的 他說 美麗非凡 現在剛剛 一百分 一條紅三魚 已經是穩奪 打給的 參賽 直位 他說 至於 精神威 和喜勝勁區 是分別平86分 和82分 他說 這兩隻 是必須要交到好表現 以爭取兩個星期之後 出戰這個打給大賽的機會 你們一定要爭取到表現 才可以打給大賽 有你們的 精神威和喜勝勁區 他就這樣分析 CEO 他說 美麗非凡 離港之前 在澳洲分別 舔了一場二級賽 和一場一級賽 都入過位 馬亞離港之後 第一戰 以出色的姿態 在一場千四米的賽事 就贏了頭馬 他說 其後兩隻 表現稍稍不符 應種的預期 先後在香港一里賽 在那裡塞塞塞塞塞塞 之下 就得過耿頸四 又是要找正骨髓 擦頸 跟著 在上場千八米的 香港經典杯 因為早段又太過搶口 未能穩定走勢之下 只是跑得過第六回來 他說今次 突然間又回來二班出戰 他說論實力 是具有座位望贏的力之力 是座位望贏 他說相信 蓮馬斯更加希望見到 莫雷拉成功教導 這個美麗非凡 在早段放鬆流力 以便往後大賽的做好準備 我都是照慶他望智 各位師兄刷一刷他 再覆述多次給大家聽聽 他說更加相信 蓮馬斯就是蔡若翰 更加希望見到 莫雷拉可以成功教導 這個美麗非凡 在早段懂得流力 即是希望懂得流力 教導 以便希望在往後大賽 作好準備 至於羅庫泉的精神威 他說在香港經典盃 甚為失望 只能以第十名過終點 但是他說 以這隻精神威 之前那一劑在二班賽的表現 這次仍然是有入位的機會 Rice Sehr明www 但是他說 至於這個喜 勝敬虛 剛剛在菊草2200米 贏馬 贏馬真是相當出色 更加是焦ежд一切 他说这一次 今次的赛事 和近况长期都勇裔 摩的转仓马 砌完又砌 砌完又砌 好像砌公仔那样砌 这一只任我行 和表现稳定的转数高 都可以有力 争入三甲之力 应种第一只品评的 就是美丽非凡 因为他说这只马 有卡士 在澳洲的时候已经在二级赛 舔头马和一级赛 也都是入了位 第一阶已经赢马了 第二阶有点受阻 第三阶都是输太过抢口 他说至于罗富泉的精神威 在香港经典杯 虽然是失望 但是前一次在二班赛的表演 是仍然都有入位的资格 罗富泉拼咪都说 这只精神威 不喜欢跟马跑 宁愿是趴着马来跑 千万不要坐波士跟马跑 马五不喜欢 至于起胜竞区 据报 现在好像还未报名 我记得 但是方家柏就说 跑完这一场之后 如果有好表演的 所以他吴延皮出来 就为这只起胜竞区 又报跑打比 延皮啊 我银包都有啊 哎呀 不用找啊 那就是延皮而已 他说这只起胜竞区 暂时我记得 应该是未报名的 方家柏之前 波咪就说过啦 就说这只马后径凌厉啊 如果呢 这场有好表演的呢 就会说服到 马主呢 吴延皮 出来 就为这一场 为这只起胜竞区 又报跑打比 即是第三阶段 报名 应种这一场的 心水就是 美丽非凡 精神威 和整日 薄马的 鑽瘡按摩的 任我痕 和那只表现 好鬼死稳定的 鑽掃膏呢 都是有三甲之力的 这样说哦 至于信不信应种的 贴士 当然是各位师兄自己 定夺啦 讲开应种那只 心水的美丽非凡 那应该是今届 打比的要角之一啦 骑同链都希望 这只美丽非凡 可以修复上届夏威夷的 失了这一场赛事之失 打比之失 但是美丽非凡的表现 未能尽如人意 因为抢口难流 亦都曾经失过车 令总都是这样说的 但是雷神打咪的时候 怎样说才行呢 雷神是怎样说 这只美丽非凡的 他说 他仍然都是不可靠的 不可以借钱给他的 不可靠的 他说现在呢 他要把握机会 在阵上好好学习 不是呂建威和蔣家琪 买回来那只 是 美丽非凡 在阵上要好好学习 应种也是说 要在阵上学习 现在雷神又说 要把握机会 在阵上好好学习 他呢 是会跟我对抗的 叫他做错事 就是说给他听 他现在做错东西 要搞正他那些 糾正他那些错误的时候呢 他就不肯这样做 不断跟莫雷拉 撑到行的意思 他说当有马 拍上来的时候呢 这只美丽非凡呢 其实是很想奋力迎战的 即是见到有马上 就想跑啦 这样的意思 但是他都不知道 怎样呢 是 发挥出他自己潜在的力量 那终点 他都不知道在哪 可能啊 这样的意思 但是在我的手感里面 哇 莫雷拉摸下马 的手感那里 是不是软粒粒 软粒 软粒 他说其实啦 仍然呢 是有在手的 就是拿下去 感觉那只马呢 手感仍然 那只马还有的 他说 所以现在呢 我们要教他的 就是呢 在适当的时候 什么是适当的时候啊 他说 就是早段 留一点力 等到最后直路 才发挥最大的潜力 出来 那么 另外 内练马斯 赛神仙又怎样说美丽非凡啊 赛神仙就補两票给大家 探探 他说 他啊 美丽非凡啊 就算赢不到星期日 即是3月8日 虎女节这一场 仍然不会呢 打乱了出战 稍后打给大赛的安排 就是这样说啊 赛神仙说 星期日就算赢不到啊 他一样是会迎战打给的 安排上没有问题的 赛神仙就说 他深信呢 这只美丽非凡呢 是有非常美好的前景 这样说啊 那些口气那方面的 各位师兄就自己猜猜猜猜些字眼啊 那么 赛神仙就说 这只美丽非凡呢 是有很好的前景 这样说啊 至于投不投注这只美丽非凡的 那当然是各位师兄自己定夺啦